吃笋的时间到了 花花自己坐一边 三只抢饭熊坐另外一边 一个乖巧可爱 三个熊高猫大 画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花花坐在边边上 所以也没熊跟它抢 离得远还是有好处的 爱九吃到了花花旁边 花花捡了一颗笋 刚好坐到爱九怀里 爱九边吃边看着送上门的口笋器 看花花吃得太费劲 就想来帮忙 聪明的花花使了一招金蝉脱鞘 把笋壳留给了爱九 自己躺着吃笋心 花花却聪明了 但是手里举着笋笋太容易被抢了 最终还是尝了爱九的 花花又去找笋吃 荷叶爱九和花花坐到了一起 不过弟弟一般很少抢花花的饭 爱九也没抢 花花完整地吃了一根 这三只吃得嘎嘎香 花花知道在边缘处找吃的了 绝不渗入敌人内部 又吃了一根完整的笋 看润月过来 在旁边捡了两根笋 花花也捡了一根 真香 又吃了一根完整的 看来花花的战术很成功 今天完整地吃了好几根笋笋 隔壁的五只 个个都惊得跟猴子一样 金霜打包了一根笋 直接爬到树上去吃 重阳也在树上吃 服装和金喜坐在一起 服装手上的笋都快戳到金喜脸上了 金喜不得不拿走